好 贾拉科技 国外很多知名的网络公司 像Google或Facebook 因为环境很好 被称为是全球最幸福的企业 不过台湾也有台版的幸福公司 就有连锁烧肉店 资深的员工可以享有一种很特别的休假 叫做灵魂洗涤假 让你一个放 可以放两个礼拜以上 完全不用进公司 也有薪水 让你去洗涤灵魂 炭火高温 烧炮牛舌 美味端上桌 掏客 豪满足 不够烧肉店 周边服务人员 给人印象是一份辛苦又耗体力的工作 但这家连锁烧肉店 被新北市政府选为幸福企业 原来是因为有全台独一无二的特别休假规定 名目叫做灵魂洗涤假 年子满四年可以休两周 满八年休三周 满十二年休一个月 还可以跟年假特休假一起连放 像这位一呆超过十二年的资深员工 就放过长达一个多月 就上班照了薪水 09年的时候刚好就是我老婆生小孩 我自己就休了整整的一个月 就是完全没进公司 然后就是陪老婆做月子这样子 有人放假出国玩 有人趁机进修充电 更有人就是冲着这么特殊的假来应征 一般餐饮业工作时数长 平均流动率大约三到四成 但这家幸福企业烧肉店 流动率大约两成 比同业少一半 看到员工福利上面有一个灵温行价 十字天 第一他们了解这个价的意义 跟放的方式以后 都会觉得非常讶异 比起一般上班族 常怨探薪资动涨 知名外商药厂也好幸福 员工平均薪资比同业高三倍 内勤员工工作满五年 薪资至少四万八 外勤业务年薪也上看百万 算算整体员工平均月薪超过十万元 每人含有十万元的奖励进修补助 成了台版幸福企业第一名 也让其他民众大呼真的好羡慕 中年新闻 李世剑林一杰台北地方报道